要买水吗? 其实开始卖水了 我很早就卖水了 玩水干懒 欢迎来到AsiaBasket 参赛的队伍大多数是来自菲律宾 大家看到我们的国家都已经在这热身了 为什么会输CSP Blazer 因为我们后面第三节 全部有点没有造战术跑 然后有点乱来 然后大家很多食物 可以人家很容易拿分 你的头发会中吗? 这样子你跳起码矮多两寸 现在球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会很慢热 你看他们提早来热身 翻过我们看这里 菲律宾的球队 一个都没有到 除了看球 其实我还有一个胜利 小胜硬小本身 因为我们是卖热狗Hot Dog 也要感谢这里的主办单位的老板 他给我一个机会 他就比我赛狗狗 然后我们赶快 赚一些零用钱 我们这里的热狗是知识口味 一个才卖6块钱 准备 刚才吃粥吃饭靠你啊 靠你啊 靠你啊 嗨 翻过给我机会赚零用钱啊 我没有 可以 以后我就一流你了 可以啊 可以啊 今天爆场啊 喜欢啊 有爆吗 我觉得会爆的原因是 我不懂有没有爆啦 可是我觉得会爆的原因是 两个马来西亚金嘛 两个马来西亚金 两个最强的菲律平推出 来球赛 如果你们想要买篮球鞋的话 也可以支持一下李宁 你看这么漂亮的篮球鞋 我最喜欢的是 哎 啊 金鸣包的我也是很喜欢 我喜欢那个 全城石 那是全白的 但是 好像没有看到耶 在这边 这双 这双很好穿 我穿过 可能会爆满这场 我真心觉得 Semi-Final应该蛮好看的 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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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啊 YUP 哇 在KL啊 没有啦 刚刚跟阿BUN他们来吧 阿BUN有来啊 阿BUN来 我们坐阿BUN 上去了啊 你来上去还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不知道在哪里 你看 你可以给我们免费的票吗 免费 自己买啊 这个是什么 我拍VLOG 我们进了 进了进了 可以看到你了吧 一定要来看我的 一定要来看我的影片 可以可以 陈陈跟着我 等一下我买好多 蛤 你们跟着我帮我卖可以吗 没有 可以可以 帮你卖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我去找孩子 我要来硬生啊 要吃好多吗 你要 你要翻场一定要 刚刚练完球来喔 来练完球 好 好 不好意思 你们要球 你们要球 你的动作 我真的看到 OK啦我的动作 标准 标准 他们的肥肥有点臭感 哈哈哈哈 完食干啦 有要买热狗吗 这个牌我要拿回去 OK 可以吗 谢谢啊 开心哦 拿上去一轮就可以 卖到完了 Let's go 希望每次拿上去 都可以clear掉我的train Hunker Bernard 嗨 嗨 要买水吗 买食物吗 来 请问要什么 要hot dog面包啊 OK 帮iro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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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下车 拨 在上 耶 要收几块儿 用我们 大家快去认啊 好的 好的 82 总共22 谢谢 謝謝 買水 要買水嗎 要買水嗎 好 謝謝 要買水嗎 要買水嗎 要什麼水 popcorn 10塊錢 popcorn是10塊錢 扣一個 拿給他一下好嗎 謝謝 3塊錢 3塊錢 謝謝 謝謝 要買水嗎 其實是開始賣水的 我很早就賣水了 有Spritzer嗎 沒有 Milo 沒有 下次你還會做生意嗎 下次我拿 你好嗎 有 我拿了兩個 OK好 謝謝 好 我們注意看一下 這個菲律賓的2號 他打球 很有那種淡定的心理素質 上次我訪問過美美 他就講說外國球員 好像是美國的黑人 他們怎樣都是比我們高一點點 我們這裡不管我們怎樣練都好 我們都是欠缺一點點 到底那個一點點是什麼 到最後我覺得是 他們有融入 街頭籃球的一點點元素在裡面 不像我們這裡的人打球啊 帶球都好 很僵硬啊 他們的話就流暢度很高 如果我們拿來比喻成 練武功 需要練硬功跟練軟功的話 我們這裡的人就是 只是一直練硬功啊 沒有練軟功 在這裡我講的軟功就是技術啊 個人技術方面 菲律賓的人 他們練個人技術會比較嫌熟一點 不然就是我們這裡 如果我們練 我們一直做太多帶球的話 這裡的教練可能會講說 我們吃幹啊 不容許我們帶球太多 但是如果你看到菲律賓他們 他們打得很不在 現在是CSP Blazer隊KOWASU 剛剛我去吃晚餐 晚餐回來已經是下半場 ASU贏著4分 剛才我們的Harrimau已經輸掉了 所以無緣進入決賽 現在能不能進入決賽 馬來西亞隊就靠KOWASU了 黑勇在上面 他被Q下來打1 on 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I wanna take one Nunn小心 eye嗨 打3 打2 打3 打2 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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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4 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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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我忘记讲一个结尾 今天我们总共卖了104个热狗 算是我失策啦 因为我只是带了104个 就还没有第二场第二个季度的时候 我们已经卖完了 早知道我拿150个来 然后还有一场Final Final的天我是有点担心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话 那些热狗就我自己吃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的下面终于达到了